再来我们看比较 现在画了顺势 反势 顺势 两个倾在同一侧 这里可以形成氢间 这里是分子内的氢间 再来这里跟别的氢 这个氢跟别的氧 可以产生分子间的氢间 我用绿色表示 好 再来看反式的结构 它没有办法产生分子内的氢间 所以这个氧有固定的对 可以跟其他氢产生分子间的氢线 老师用绿色表示 这个氢可以跟氧产生分子间的氢间 这里也是 这里也是 所以在反式结构里面 分子间的氢间数目比较多 而它没有分子内的氢间 来说我们看融点的比较 融点要比较对称性 还有分子间的氢间数如果越多 融点就越高 所以是反式 好 接着我们看它的废点 废点是分子间的氢间比较多 废点就高 所以反式比较高 好 再来我们看酸性 这是二子子酸 我们主要是比较KA1 这个顺势的这里 可以形成分子内的氢间 会使得这个氢离子容易脱离 所以酸性会比较大 我们也可以这样看 把这个氢拿走 所以这整个结构 比较对称就按定 好 所以顺势大于反式 好 再来对水的溶解度 分子间氢鉴比较小的 在水中比较容易瓦解 所以分子间氢鉴顺势比较少 所以溶解度比较大 好 接着我们看墨燃烧热 在结构上反式比较对称 所以它的胃能比较低 所以比较安定 我们这样画 未能 顺势跟反式 燃烧之后 都会产生二氧化碳 我们下镜了一天 再来看看 我们下镜了一天 可看 可是分子 感谢观看